据报道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近日证实 福岛第一核电站储存的核污染水发生泄漏 原因是用于输送核污染水的软管破裂 对此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这加剧了国际社会对于日本东京电力公司管理无能 日本政府监管无效的担忧 汪文斌表示 福岛民众多次指出 自福岛核事故发生以来 东京电力公司的善后处理工作漏洞百出 曾多次被曝出隐瞒篡改数据 其处置核污染水的能力令人怀疑 东京电力公司能否从始至终都安全负责地处理 福岛核污染水 能否确保长达30年的排放管理不犯错 不失误 能否确保净化装置的长期有效性和可靠性 能否严格按照规范进行核污染水的取样监测活动 对于这些问题 国际社会不得不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汪文斌表示 中方再次敦促之方 证实国际社会和国内民众合理关切 停止强推排海计划 以真诚态度同周边邻国充分沟通 切实以负责任方式处置核污染水 并接受严格国际监督 就是那种意识签 flower